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来到东托邦 但凡对中国历史有那么一丁点了解的人 一定都对商咒王这个名字如雷贯耳 她是商朝的末代君主 沉迷酒色,荒淫无道,宠溺妖妃打己 她用从百姓那里搜挂来的钱财 修筑露台,堆满奇珍异宝 还积糟为秋,留酒为池,玄肉为林 与宫女们整日嬉笑打闹与酒池肉林 最令人折舌的是她还杀人成辟 用袍洛之行诛杀贤臣 还动不动喜欢把人给做成肉酱 似乎人们能想到的种种罪行 在商咒王身上都极其了 可商咒王真的有这么坏吗 最早记载商咒王罪行的史书是《尚书墓室》 这是周五王伐咒时所写的《讨伐习文》 按照古人的习惯出师不可无名 然而这篇墓室中咒王的罪状却只有几条 分别是太听妇人的话,祭祀不认真 不重用同族兄弟 反而让平民百姓甚至是逃犯做官 可是按照今天的观点 这里面的哪一条都算不上是恶行呀 著名史学家顾杰刚先生 曾于1924年在《语思》杂志上 发表了一篇题为 《咒恶七十世的发生次第》的文章 文中指出商咒王的罪行 就是被后世一点点给加上的 战国时增加了20项 西汉再增21项 两进又增加13项 正所谓成王败寇,后世史书很多都是从取代商朝的周人视角来写的 那么在商人眼中末代君主帝心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今天我们就尝试从史书的隐藏细节中抽丝剥茧 来还原一个你所不知道的商咒王 3000多年前的某个夜晚 英帝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一带 一名男婴咕咕坠地 大巫师拿甲骨算了一挂 补出他的名字应该叫做兽 兽可不是寻常人家的孩子 他的父亲正是中原霸主商王朝的国君帝义 兽是帝义的三儿子 也是最小的儿子 当时没人知道兽会是未来的王位继承人 兽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新 登基之后他自称帝心 可后世史书却更多的用咒王来称呼他 另一种说法是咒是侮辱性的称呼 东二十编撰的中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释中 对咒一字的解释是 残忍捐义曰咒 意思就是无恶不作的坏蛋 这里我们还是用他的本名兽来称呼他吧 兽出生时 商朝已经出于国力的迅速衰退期了 故元前1066年左右商汤灭下 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从此建立 很快商朝便成为了黄河流域的主要统治者 甲骨文字和成熟的青铜冶炼技术 是这一文明的标志 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武丁时期 商朝国力达到了巅峰 武丁与王后富豪四处征战 商朝版图不断扩大 但盛极必衰 武丁争新之后 商朝的繁荣就一去不复返了 与此同时 一个西边部族周正在悄悄崛起 周人士畸性部族 发祥于关隆地区 也就是今天的关中甘肃宁下一代 原本他们是游牧民族 商朝晚期 当时的周族首领古宫胆富 率领族人迁徙到了渭河流域的周园 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宝鸡一带 这里土地肥沃 水草风貌 周人在这里扎下了根 并投靠了东方大国商王朝 此后的近百年里 周人在周园滋生人口建设成意 并不断地扩大领土 连续击败了散距在骑山西北的 混仪西戎部落 周边小国纷纷归附 古宫胆富去世后 其幼子纪利成了新的周族首领 纪利紫城赋业 继续开疆阔土 先后蒸伐了西洛 鬼戎 燕京之戎 渝无之戎等戎人部落 解除了周边戎族的威胁 受到了商朝的看重 大约在公元前1108年 商王文丁任命纪利为牧师 意思是西部牧羊人之师 周成了被商朝所承认的西方诸侯之长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 周人所在的关中平原 与殷商王朝所在的中原平原之间 隔着一个太行山脉 周族领土的扩张 只是利用了商朝势力 所无法覆盖的无用之地 可是当周部族的领土范围 远远超过了其他殷商蜀国 成为了仅次于殷商的第二大经济体势 周与商之间的关系 就开始变得微妙了 对于商朝来说 太行山脉西面的关中平原 以及与之相连的山西黄土高原 虽然是无用之地 让诸多分散的部落用用也无伤大雅 但是这些地盘如果全部归了周部落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史料记载 当激励打下了山西的最后一块土地后 商王室派使者通知激励 要求他来印度觐见商王文丁 殊不知激励这一去 就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故乡周园 很多史书上都说 是商王文丁故意设计 擒杀了激励 但这种说法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 在之前的多期视频中 我们都曾经提到过 近百年的时间里 周与商一直都是合作共赢的关系 周族充当的是 商王室西部代理人的角色 为商王朝捕获人生 平定边陲之乱 无缘无故诛杀方国首领 这相当于逼着诛方国造反 商王文丁不可能愚蠢到这个地步 更何况根据竹书级年的记载 激励与商王文丁的那次会面 起初是一片祥和的景象 激励将大量战利品和人生 献给了商王文丁 文丁赐予了激励美酒佳肴 并授予了他比牧师更高的爵位方博 如果文丁真的想要杀激励 又何必这么大费周章呢 不过好吃好喝招待之后 文丁还是将激励软禁在了一个 叫做赛库的地方 文丁这么做 应该是想一面安抚周人 一面迫使他们停下 继续扩张领土的脚步 只是没有想到年事已高的激励 在被软禁的过程中 竟然克死他乡了 这可能才是文丁杀激励的历史真相 但不管怎么说 激励之死都让商人与周人之间的梁子 就此结下了 激励死后 激励的儿子激昌 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 成了周族新一任的首领 彼时周族部落的实力 与商王朝相比依然差距悬殊 周族不敢贸然撕破脸 激昌在位期间为求自跑 采取了与父亲激励大举扩张 完全不同的收缩政策 不再去碰关中平原以东的任何区域 任由此处再次回归成为 殷商与西荣游牧部落之间 安全缓冲的无主之地 新一任的商王弟义 也就是瘦的父亲 也拿出了足够的诚意 他把女儿嫁给了文王姬昌 这是商王氏与周部落 唯一的一次正式联姻 是今大雅大名还收录了这段美谈 并将其称为天作之河 但天作之河的下一句 大邦游子欠天之魅 似乎又暗藏玄机 大邦指的就是殷商 欠字是一个人在看 表明大邦殷商将女儿嫁到周 其实就是来暗中监视周族动向的 一个欠字倒出了平静的表象之下 也是暗流涌动的 公元前1076年弟已去世 他的小儿子瘦 成了新一任的商王帝心 但帝心继位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帝心上面还有两个哥哥 威子启和威仲也 根据吕氏春秋和帝王世纪的记载 帝心与两个哥哥乃是同母所生 但其母在生威子启和威仲也时还是妾 后来被立为了王后 然后又生了帝心 商朝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 当时的太史官根据礼法 坚持认为帝心才是正儿八经的嫡出 应该立帝心为四 也有一种说法是帝心的父亲帝乙 就偏心他这个小儿子 不管是出于太史官的坚持 还是帝乙的偏心 总之帝心是登上了王位的 而大哥威子启对弟弟的继位却十分不满 他认为自己才是那个名正言顺的继承人 这段关于帝心登基的小插曲 为之后历史的走向埋下了伏笔 太史官坚持要求立帝心为四 可能不仅仅是处于法典上的根据 也是因为帝心确实有帝王之相 群子飞相片和史记《英本记》中都说 帝心长相高大俊美力大无穷 能够徒手动猛兽 四肢发达但是头脑并不简单 财思敏捷能言善变 帝心接手商王朝时 他面临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政局 内有神权贵族集团对王权的挑战 外有势敌东夷以及周边各部落的虎视丹丹 帝心的目标非常明确 那就是巩固王权铲除外敌 并带领整个殷商部落重回盛世 为此他实施了一系列的新政和改革 首先他打破了是清是录的贵族臣辽世袭制度 启用有能力的非贵族平民 选拔官员为财适用 这就是牧师中骤王帝心 让平民甚至逃犯做官的罪状的由来 帝心选拔的人才中最有名的是 非联 厄来 费仲等人 而他们无一例外都被后世形容为了奸臣 宁臣 实际因本记中说 费仲善于阿谀奉承贪 商朝人都不喜欢他 提到贪财 西周时期也有一个人和费仲一样 被冠以了号立的名号 他便是周立王时期的荣一公 荣一公之所以有号立之名 是因为周立王命他进行财政改革振兴经济 改革过程中不免会动到贵族接济的蛋糕 关于荣一公的骂名自然不绝于耳 那么费仲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况呢 韩非子中还记载有一段帝心和费仲之间的对话 费仲劝帝心杀了西伯姬昌 帝心不解说道 西伯侯乃仁义之君为何要杀他 费仲说 帽子再破也是往头上戴的 鞋子再华丽也只能往地上踩 西伯姬昌就是个做臣子的 却羞仁义而人心归附 今日不除日后必将成为祸患 费仲反复劝说 但帝心仍然不愿意杀了姬昌 从这段记载中 我们可以大致读出来两个信息 第一 费仲他是非常有政治远见的 而且他的一切决策 都是从商朝的角度出发的 誓死效忠伤亡事 第二 帝心宁愿承担日后的风险 也不愿诛杀仁义之君姬昌 可见帝心并非是残暴不仁的昏君 关于鄂来和非联 史记莫子等史料中也都称 鄂来是英勇善战的勇士 非联角力好善走 他们其实是一对父子 父子俩都对地心忠心不二 与鄂来非联废众的恶名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 威兹齐笔干姬子的盛名 这三人后来被史书称为 殷墨三人 这背后的原因很有可能是 威兹齐在周五王伐咒的过程中 充当了卖国贼 给敌国送了情报 成了周朝的大恩人 周朝及后世便大为称颂他们 关于这里面的细节 我们稍后再说 笔干和姬子都是地乙的弟弟 也就是商周王地心的叔父 他们在地心时期 一个任商朝少师 一个任太师 但他们的政治立场 都是偏向地心的哥哥威兹齐的 史记中记载了一次 威兹齐和姬子 以及笔干之间的对话 事情的原委是威兹齐 看弟弟商王地心 是越看越不顺眼 自己又没有机会取而代之 抑郁的想要自杀 于是便去找他的两位叔父 去吐苦水 笔干比较沉稳 一言未发 而姬子则给了长直威兹齐一些建议 他说现在国家很乱 你是老大不能泄气 要死也要等到 把国家治理好了再死 还是先回自己的封地 去迎人几言吧 威兹齐对地心 取而代之之心 几乎是人尽皆知的 但即使是这样 地心也没有对大哥 威兹齐赶尽杀绝 这是后世很多人均也很难做到的 除了敢用人 地心还搞起了户籍改革 他开放了殷商成义 允许流民落户 这在当时绝对是冒天下之大不韦了 因为逃到殷商成义的流民 都是其他部落的奴隶或者农民 在奴隶社会 奴隶就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 地心收容其他部落的流民 就相当于动了诸方国的蛋糕 得罪了不少人 相反的周温王姬昌则实行的是有王荒月的清查逃亡奴隶的举措 根据左传的记载 姬昌不允许周部落藏匿任何逃亡的奴隶 一旦发现有逃跑的奴隶 便把他们抓起来送还给原来的主人 让奴隶从此不敢逃跑 就是跑了也无处安身 这项举措得到了诸多奴隶主贵族的拥护 对巩固周的统治和孤立商朝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百姓自愿脱离原属部落 来到殷商成义选地心做他们的新主人 其实就是在用脚投票 如果地心真的那么残暴 导致民不聊生 又怎么会有人来投奔商朝呢 地心的另一项颠覆性心政 是用祭祀歌舞来代替人生 之前的视频中我们聊过商朝血腥的人际习俗 商人有着浓厚的鬼神信仰 他们认为喜怒无常的诸神主宰着人世间 和神 山神 石神 树神 日月 星辰 都是商朝人膜拜的对象 同时他们又极其崇拜自己的祖先 在商人的观念里 他们的祖先死后会升上天堂 来到神的身边 并随时监视和保佑着地上的子孙 对人间降下祸福 在祭祀活动中 人生是最高规格的祭品 祭祀规模越大 要线上的人生数量就越多 可商王地心似乎想要悄悄地取缔商朝的人际传统 实际音本记中列了地心这么一条罪状 是诗涓作新银声 北里之舞迷迷之月 后世普遍将这认为是地心沉迷歌舞酒色的证据 但有考古学家和史学家研究史料后发现 地心可能是想要用祭祀歌舞来取代人生 专家的这种猜测并不是没有依据的 地心时期的一片甲骨捕词上写着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的大意是说 地心捕获了一批稀土战俘 但他并没有把战俘杀掉当做人生 而是组织他们表演了西方胡人的歌舞 来代替原先的祭祀仪式 歌舞包含有男女国体奔竹的情节 这其实是起源于上古中亚地区的一种祭祀舞的 被称为朱黎之舞 朱黎之舞也许就是后世相传的 昼王地心在酒池肉林中与宫女们国体追逐的真相 考古学家胡厚轩在迄今为止发现的 154600片殷商甲骨中 找出了1350片与人际有关的骨片 统计出了整个殷商时期使用的人生总数是 14191人 殷商时期的历代君王所使用的人生数量分布是非常不均匀的 出人意料的是开创了武丁盛世的商朝明君武丁使用的人生数量竟然是最多的 为9021人 武丁一生共举行了673次使用人生的祭祀 最夸张的一次竟然用了500个活人作为礼物献给自家的祖先 而被史上称为最残暴的君王的商咒王以及他的父亲弟姨加起来也只使用了104个人生 然而咒王地心压缩祭祀规模减少祭祀牺牲的做法 却在讨伐他的席文牧师中成了他的罪状之一 和地心一起被污名化的还有他的妃子达己 提到达己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词一定是王国妖女 《恋女传》中说咒王地心为博达己一笑发明了袍洛之行 《实际》中说达己听说少师笔干有七巧玲珑心 好奇这传言是不是真的 于是怂恿咒王地心将笔干的心抛出来而观直 明朝小说《风神演义》更是将达己塑造成了狐狸精的形象 说他抛笔干的心是因为自己得了重病 需要用七巧玲珑心做药眼 妖孽达己还因为好奇路上偶遇的一位孕妇怀的是男胎还是女胎 竟然发明了抛腹关胎 达己的种种罪状可以说是人神共愤 可是这些记载都是真的吗 达己这个名字第一次在史书上出现 是源自成熟于战国初期的国语 国语禁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说禁献功罚黎戎大胜而归 还带回来了一个美人黎姬 为庆祝战争的胜利 禁献功在宫中大摆宴席 但是主管占卜事宜的大夫史苏却是愁眉不长 宴会结束后史苏跟朝中同僚说了这样一段话 昔日夏节罚有师 有师把美人媚喜献给了夏节夏王了 后来昼王帝心罚有苏 有苏把美人打己献给了昼王伤亡了 到了西周周幽王罚有包 有包把美人包四献给了幽王西周王了 今日我竟怕是要布前人的后尘啊 就这样媚喜打己包四离击 成了史上最有名的四大妖妃 可问题是禁献功与史苏是春秋时期禁国人 他们所处的年代距离商朝灭亡 已经过去三百多年了 史苏又是怎么知道 商周王枕边有这么一个 之前从来违背提起过的美人呢 史苏的这段话给打己恶名的传播起了个好头 此后打己王国妖女的形象 开始在各类史料中鲜活起来 到了距离殷伏灭八百年之后的司马迁笔下 这个故事就已经变成了商周王宠溺打己 二人整日流连于酒池肉林 夜夜上演群战大片 又过了一百年 猎女传将打己描绘成了残害忠良 祸害朝纲 以袍罗之行取乐的轰颜祸水 最后一部封神演绎 彻底完成了对咒王地心和打己的全面妖魔化与普世化 那么打己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过 又是否真的深受咒王的宠爱呢 于国语成熟于相近年代的竹书纪年上也有记载说 地心执政第九年时 法有苏并带回了有苏式美女打己 所以打己大概率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物 但是竹书纪年中对打己的恶行却只字未提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 地心一共执政三十年 如果竹书纪年中记载的打己 入商朝后宫的时间点是准确的 那么地心就是把打己纳入后宫之后 又做了二十一年的商王 如果地心真的这么宠爱打己 在这此后的二十一年间 为什么没有关于打己的任何甲骨补词呢 而左传中记载 地心是在公元前1047年 也就是商朝灭亡的前一年 出兵攻打的有苏式部落 并带回了打己 如果这个时间点是准确的 彼氏地心已经年过60岁了 打己就算再怎么貌若天仙 这一年的燃情岁月里 又能跟地心折腾出什么水花呢 更何况这一年的时间里 地心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征战的 事实上很多严肃的史学家 根本就不屑于去考证 打己是否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 因为商朝的灭国本来就与他无关 他只是不幸被后世文人选中 成了用来教育君主远离 令人头脑发热的爱情的抓手而已 说到这儿有人可能会问了 不对呀 武王伐咒的习文墓士中 虽然没有提到打己的名字 但确实是说到了商咒王 为复言适用呀 其实为复言适用 不是商咒王地心一个人的毛病 在周人眼中 这可能是历代商王的通病 从殷须出土的文物 以及甲骨补辞中 考古学家们发现 殷商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其实是很高的 以商王武丁的妻子富豪为例 作为王妃的她 可以直接参与国家大事 能征兵组成军队 并作为主帅征伐敌国 不仅仅是富豪 商朝有一批女性 或在地方担任长官 或驻守边防保家卫国 但是到了商朝末期 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生产资料 被男性掌握 女性的地位逐渐下降 周朝建立之后 男尊女卑的风气开始盛行 女性沦为了男性的附属品 也怪不得周五王会认为 为复言适用是一项罪行 聊完了打解的污名话 我们再来顺便说一下笔干之死 小时候看《风神榜》 曾被笔干被抛心的情节 深深震撼到 其实最先提到笔干死因的文献是《论语》 《论语》《威子》篇中说 威子去之 姬子为之奴 笔干见而死 也就是说笔干是因为向地心觐见而被地心杀死的 但是论语中并没有提到剖心的情节 居然后来在《处词天问》中说笔干是被投河溺死的 《诗语》中又说 周王地心淫乱不止 笔干数次觐见 地心都不听 最后笔干以死相争 周王和打解又因为好奇笔干是否有蹊跷玲珑心 于是剖心观之 我在查资料的时候还看到百科中说 笔干是死于木野之战前夕 木野之战是周灭伤的一场战役 伤兜大军对之于印度附近的木野 当时笔干好心劝笔干 说不要贸然出城迎敌 要死守印度 但或许是因为笔干酒精沙场太过于自信 或许是因为笔干不信任笔干 认为他是威子喜阵营的人 最终笔干并没有采纳笔干的谏言 并以慢军之罪处死了笔干 不同的资料对笔干之死有不同的说法 那笔干究竟是怎么死的 上个世纪考古专家在河南省新乡市 发现了笔干墓 也叫做笔干庙 墓碑之中藏着一条惊人的线索 说笔干是死于公元前1029年 我们知道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 商朝是灭亡于公元前1046年 这也是末代商王帝心自尽的年份 和这笔干比周王帝心还多活了十几年呀 虽然墓碑上的年份 可能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的年份有所不符 这也不能作为商周王没有杀笔干的铁证 但至少是一个疑点 我个人认为笔干因谏言而死可能是真的 但被抛心的情节大概率是后世 在污名化地心和打几时杜撰的 关于地心的结局 我们在之前的多期视频中都曾经提到过 周五王伐咒发动了墓野之战 商军战败 地心登上露台复活而死 很多人都认为在此之前发生了一个历史事件 游礼之囚 是促使周五王起兵伐咒的重要因素之一 实际因本纪和实际周本纪中讲述的 游礼之囚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九侯恶侯和西伯姬昌 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 是镇守商朝边关的三公 三公之一的九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 她把自己的这个女儿献给了商周王帝心 可这个女儿虽然漂亮却生性冷淡不好淫荡 地心一气之下就把这个女儿给杀了 九侯知道之后当然不乐意了 就找到地心去理论 可地心一气之下竟然把九侯做成了肉酱 三公之一的另一公恶侯 我觉得地心这样做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也跟地心吵了起来 结果也被做成了肉酱 现在三公只剩下西伯姬昌了 姬昌只是默默叹了一口气 可还是被人告发到了地心那里 地心就把姬昌给抓了起来 求于印度的监狱游礼 这一求就是七年 在此期间姬昌推演出来了流芳百世的周易 所以后世有句话是文王居而演周易 七年之后 周族部落将大量奇珍医保和美女马匹 献给了地心 地心这才放了姬昌 帝王世纪还添油加醋的说 周王地心把姬昌的大儿子博伊考 也做成了肉酱 还逼姬昌吃下 姬昌忍痛食子肉后 周王还得意的说 看吧 谁说姬昌是圣人 吃了自己的儿子都不知道 正是伤周王残暴的行径 迫使周族人起了减伤之心 这个故事虽然充分体现了 周王昏君的本质 但最大的遗憾是拉低了史书的智商 如今不少史学家 身把史书中的细节之后 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 有理之求的真相 首先三宫之中的二宫 被做成肉酱的故事 就是纯属胡说八道 这个三宫制度就是地心首创的 他刚刚继位 就把三位外姓诸侯封为了三宫 放权给他们 让他们自愿拱卫王室 镇守边关 后来和周族一起出兵伐咒的一共八个部落 每个部落都是殷商王室几百年间的宿敌 而这八个部落中既没有九猴的人马 也没有恶猴的人马 试想如果商周王帝心真的把九猴和恶猴做成了肉酱 这两个部族又怎会不对商王室群起而攻之呢 其次周王帝心把姬昌的长子博一考 做成肉酱的情节 大概率也是后世胡编的 《诗记》中对博一考的记载非常的模糊 只提到了一个名字 《诗记》管菜世家中说 周五王激发有同母兄弟十人 长兄叫博一考 但博一考因为才能不及弟弟激发和激书蛋 一开始就是个被放弃的对象 周温王姬昌去世之后 次子激发继位 视为周五王 而此前博一考就已经死了 至于怎么死的实际没有说 有史学家猜测博一考 可能是死于起源于上古社会的 十长一地风俗 莫子与列子中都有关于这种习俗的记载 十长一地风俗最早出现于母系社会 向父系社会过渡之际 在母系社会 子女知其母而不知其父 女子可以在婚前与多名男子发生关系 即便后来父权逐渐崛起了 两性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 女人仍然可能在婚前 与其他男子发生关系 那么男人就不能确定 他们婚后的第一胎是不是自己的孩子 所以就干脆杀掉长子而移地 当然了 关于博一考死于十长一地 风俗的猜测也仅仅只是猜测而已 那么既然三宫之中的二宫 被做成肉酱的故事是杜撰的 周王地心囚禁周文王姬昌的 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答案就藏在机舱被囚禁的 十长七年这个数字里 地心在位期间为抢夺青铜资源 平定东夷作乱 曾多次御驾清征 左转中用昼之百刻来形容 地心的战无不胜 殷商时期的青铜资源 就相当于今天的石油资源 农业生产需要用到青铜器 带兵打仗需要用到青铜器 青铜资源是与一个部族 或者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直接挂钩的 考古研究证实 商王地心时代存在着一条 被称为金道西行的铜料运输通道 这条通道从殷商一直通往 盛产青铜的南方部落 大致分为了东西两路 西路从河南南洋 走向襄阳早洋再到隋州 早洋到隋州在古代是 著名的隋藻走廊 商王武丁时代就是 沿着这条路线到达金楚 蒸伐了青铜冶炼基地大雍国的 但这条青铜之路实际上还在向前延伸 连接着铜资源更加丰富的 湖北大野铜绿山的铜矿 东路从中原向东南进入淮河流域 这也是商王武丁征伐大鵬国的路径 但鵬国并不是它的终点 它又向前继续连接着安徽的铜陵 以及更远处的江西九江的瑞昌铜矿 商朝从武丁时代起就占据了大雍 所以金道西行的西路 一直都是比较稳定的 到了地心时期随着东移部落的崛起 金道西行的东路被东移控制 青铜原料从东线流往中原的道路阻塞了 为了疏通金道西行的东路 商王地心一共发动了三次东征 第一次东征发生在地心十年 但战前准备工作从地心九年就开始了 甲骨文地心十四伐人方 记录了就是第一次东征前的甲骨占卜结果 第二次东征发生在地心十五年 两次东征共历十七年 正好是周温王鸡昌被求有礼的失常 地心囚禁鸡昌的真正原因 会不会是为了稳固后方 防止周部落在他东征期间整出什么幺蛾子呢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 是周部落的人到处搜集了奇珍一宝美女马皮 献给地心后 地心见色起意见钱眼开 说到这中间的任意一样东西都足够我放了鸡昌 更何况你们拿来了这么多 鸡昌这才获释的 可地心如果真的是这么爱贪小便宜的人 周部落早点贿赂他不就完了 何必要等七年才把鸡昌给赎回来呢 事实上这七年正是地心安心东征的七年 东征告一段落 作为人质的鸡昌获释是情理之中的事 而地心真正看上的 并非周部落线上的那些奇珍一宝和美人 而是他们让出的洛西之地 实际中说西伯乃线洛西之地 周部落已经拿出了继续臣服于商的最大的诚意 地心又有什么理由不放人呢 作为环礼 地心还赐予了西伯姬昌象征伐之权的公使战俘 姬昌被求有礼的七年之间 地心也没有为难他 这点从他能够顺利推演出周易中就能看出一些端倪 周易是一项极富创新性极其复杂的智慧工程 仅靠姬昌一人守着一堆枯草 是不可能整理出来的 周易的完成需要大量资料的辅助 甚至是多名助手的帮衬 这也足见有礼之求期间 地心给姬昌提供的环境是宽松且舒适的 公元前1056年 姬昌在回到自己的领地多年后刻然尝试 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 姬昌在生前起过减伤之心 但是他的儿子周五王激发却与父亲不同 姬昌离家七年周部落群龙无首 关中平原被诸多游牧部落成心蚕食 周五王激发年幼时曾经目睹过周部落 作为仅次于商朝的第二大经济体的繁荣 后来祖父激利被商王文丁软禁后 克死他乡 如今周族又在衰落 面对殷伤的一家独大 周五王激发自然心中五味杂陈 公元前1047年 牧野之战发生的前一年 蒂辛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发动了对东夷部落的东征 战士照例取得了多场战役的胜利 次年初蒂辛巡视完前线 犒赏了英勇的将士们后 自己带着少量卫队先行返回了印都 此时未经声张 但还是传到了大哥 同时也是政敌的威子喜的耳朵里 威子喜得知印都空虚之后 觉得这是除掉弟弟蒂辛的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就上演了 《实际殷本记》和《实际周本记》中都记载 殷之大师少师抱着乐器投奔周人 这是威子喜在差人给周部落送情报呢 周五王得知了印都空虚后 这才率众诸侯伐咒 此时商朝的大军都在东南方向 想要回到印都至少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 印都只有少量的王室进军把守着 或许是言语酒精沙场的自信吧 蒂辛并没有选择死守印都 而是在慌乱之中组建了临时大军迎战 吕氏春秋贵音中还记载 关键时刻蒂辛信任的大臣焦阁也出卖了他 牧野之战前夕焦阁与周五王密会 周五王让焦阁按约定的时间 把周五王蒂辛引到了牧野 公元前1046年1月28日腐朽 商周大军在牧野开战 一开始威子喜率领商军与周军展开了对决 突然之间他一声振臂高呼 部分提前被他买通的对地心怀恨在心的商朝贵族军队纷纷倒戈 和周军一起杀向伤亡地心 这段历史在《荀子丞相》中有隐约的记载 威兹喜原本是想借周五王之手除掉地心 然后自己取而代之的 只是没想到殷商的气数也在牧野之战中被耗尽了 商军惨败之后 威兹喜持伤王室宗庙礼器弹露上身 双手捆腹于背后跪地七行 左边有人牵羊 右边有人饼毛 向周五王请罪 这一幕被记录在了史记宋威子世家中 后世儒家常常把牧野之战奉为是 以智人伐智不仁忍者无敌于天下的经典战役 周五王代表的自然是仁义的一方 他是民心所向 所以兵不血刃就获得了天下 但上书五成中的血流飘楚四个字 无情地戳破了儒家的谎言 牧野之战就是一场 牧楚都能飘在血水之上的血流成河的战役 杂史一周书中记载 牧野之战中被杀死的印度救民超过18万 被俘虏为奴隶的有33万 这种大规模的屠杀 说明了印度的百姓并没有背叛地心 他们全部都投入到了与周军的殊死搏斗当中 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冲也在其著作《论行》中说 所谓的兵不血刃 不过是后事为了凸显周五王的美德而编造的说辞罢了 伤亡地心在王朝覆灭的最后时刻 他用尊贵的青铜酒器喝下了人生的最后一杯美酒 登上露台放了一把火 坦荡赴死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设计 不管地心此前有怎样的功与过 这一刻他都是个真正的王 地心死后不久黑化 他的政治工程就开始了 很多人可能都以为周朝是抹黑地心最严重的 其实不然 西州东周时期地心的形象还没有与荒淫暴虐挂上钩 他的罪行无非也就是尚书墓室里的那几条 听女人的话不好好祭祀任用平民做官 但东周灭亡之后 商朝移民早就不在了 商文化也消失在了历史的洪流当中 此后史学家手中的笔就开始妙笔生花了 近代史学家顾杰刚专门写了一篇详细考证抹黑地心工程的文章 文中统计出地心的罪行在战国时期增加了20项 西汉时期增加了21项 两近时期又增添了13项 传说中的咒恶不过是世代累积的结果 而且时代越靠近近代 商咒王的罪行就被累积的越多也越不可信 举一个层层加码的例子 最早上书中只记载了咒王地心爱喝酒 但到了战国时期 韩非子就将地心的这一嗜好描述成了 绝深池霸百姓奸迷财货 至于这深池里究竟藏的是酒还是财货 没说清 是吕氏春秋正式提出了酒池这个概念 以糟为秋 以酒为池 肉谱为格 酒池里不但有酒还有肉 到了西汉 史记中描写的画面就成了这个样子 地心以酒为池 玄肉为林 在酒池肉林间与宫女们国体追逐嬉戏 不愧是司马迁也寥寥数笔 昼王荒淫油腻的形象就生动了起来 只能说不会编故事的文学家不是个好使官 再举一个例子 地心奢迷生活的标志 露台 史记中说 地心加重百姓的赋税 以充盈露台里自己的小金库 司马迁笔下 露台还只是地心用来存放财物的地方 但是到了刘相所编写的新序中 露台就成了其大三里高千尺 凌望云雨 要知道埃法尔铁塔不过也就300米出头 殷商古人就已经能够建造 1500米长近200米高的巨型建筑了 他们的生产力是有多惊人啊 这还没完到了西晋年间成熟的帝王世纪 露台一下子就变成高千丈了 我们就按照周代的度量横 即一丈等于1.68米来换算吧 帝心的露台比泰山的海拔还要高 他每天想要到露台上去享乐一下 还得爬个泰山 这身体真是够好的 其实从古至今一直都有人怀疑 商周王是否真的如传说中的那般暴虐 春秋时期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曾经说过 是天下人把所有的坏事都放到了周王身上 毛泽东也曾经评价周王帝心 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 他经营东南把东鱼和中原巩固统一起来 在历史上是很有功劳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 每一个亡国之君都不可能无缘无故的亡国 帝心也绝非完人 连年的东征虽然维护了金道西行的青铜资源通道 但也损耗了国力使百姓疲累 帝心还刚愎自用 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 否则他也不会贸然到木野迎战 结果换了个国魄家王登台自焚的结局 如果说传统史籍是从周人的视角出发抹黑了商周王的话 那么这期视频又何尝不知从商人的视角出发 对商周王的一次洗白呢 其实历史就是这样 没有对与错 只有立场 真相早就在周人立场和商人立场之间变得模糊不清了 一切只取决于你看问题的角度 但这不也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吗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下期节目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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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